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份寸感的人 总让人感觉如暮春风 心情愉悦 说话有分寸 不坚韧短 作家刘庸讲过一个国画大师黄军碧生前的故事 一位妇人满心欢喜地拿着从国外逃来的四幅古画 声称每幅画都是价值连城的传世之作 请黄军碧鉴别真伪 黄军碧在看话前 先问了妇人一句 这些画您都已经买下了吗 妇人洋洋得意地告诉她 花了不少钱 才从国外抢回来几件国宝 言谈间 妇人吩咐随从将四幅画逐次展开 第一幅画展到一半 黄军碧就皱起了眉头 假的 第二幅画缓缓展开依然是假的 第三幅画 黄军碧宁是半赏 意味深长地说 这画家的作品我不内行 虽说不准 但看得出来画家的笔法相当老练 第四幅才展到三分之二 黄大师就拍手叫好 这幅看起来不错 有欣赏价值 妇人听罢 难掩失落 转念一想 有两幅或许是真迹 又喜上眼开 看着妇人起身离去的身影 黄军碧重重地叹了口气 冤枉啊 花了那么多钱 四幅都是假话 刘庸大惑不解 既然都是假话 刚才为什么不说呢 黄军碧说了一席话 让刘庸刻骨铭心 他说 他对自己的眼光那么有自信 又已经花了那么多钱 而且当着他的那么多随从 我能说是假的吗 以后找机会再提醒他吧 钱对他来说是小事 伤了他的面子 可就是大事了 他已经买下了那些画 无论真假 已成定局 如果当面点破 会让他既下不了台 又伤了感情 颜维心生 心里总是装着别人 不让人难堪 这就是修养 说话的分寸 就是做人的尺度 看破不说破 是对他人的尊重 也是为人处事的智慧 说 是一种能力 不说 是一种智慧 能忍住自己的口舌之欲 不接人伤疤 才是最高级的修养 真正聪明的人 懂得不言人私 不接人短 说话没有分寸 口无遮拦的人最后往往都会活成一座孤岛 做事留于地 不把事做绝 珠子家训终有言 凡事当留于地 得意不宜再往 处事须留于地 则善切借尽言 话不说满 事不做绝 于己自如 于人自在 生命是一种回响 种下什么因 就会得什么果 《红楼梦》里讨喜的人物不少 但我最偏爱平儿 平儿是王熙凤的心腹丫鬟 却跟主子脾性 处事 有着云霓之别 王熙凤行事泼辣 平儿却脾性纯良 善体人意 平儿从不弄权杖势欺人 心怀悲悯 同情与她地位相仿或更低的奴婢 在《扶灵霜》和《玫瑰露事件》中 她劝凤姐的放手持续放手 让柳家母女免去了一场灾难 由二姐去世 王熙凤推说没钱办丧事 是平儿偷出二百两岁银 交付假脸 把局面应付了过去 平儿为人处事 始终为自己留余地留后路 既没有凤姐那样心理严厉只有了我 一概没有别人的恶毒 更不像凤姐那样把事做绝 俗话说 人为善 福虽不至 祸以远离 丰姐死后 大官员一片败落 平儿却多次获得众人帮助渡过难关 终得回报 处事须留余地 则善切借尽严 一位富豪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对联 发上等愿 节中等缘 想下等福 则高处立 就平除坐 想宽处行 上连是说 人要胸怀远大 只求中等缘分 过普通人的生活 下连是说 看问题要高瞻远瞩 做人应低调处事 做事要留余地 这幅对联出自左宗棠之手 这位富豪颇为喜欢 便挂在办公室时长 警醒自己 做事给人留一份余地 自己的路才会越走越宽 才能走得更远 尼采曾说 你凝视着深渊时 深渊也在凝视着你 做事留余地 是分寸 更是一种智慧 交往不与举 不跃底线 网上有一个提问 哪一刻 你觉得和某个朋友 再也做不成朋友了 有位网友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大学期间 他和一个室友关系很要好 平日里两人一起逛街 聊八卦 托为投缘 临近毕业时 两人有幸被邀请参加一位 业内前辈组的饭局 聊天时 前辈问起他对未来的规划 因为他很注重这次的饭局 私存再三 等他刚想要认真回答时 室友却抢先说道 他呀 对自己的专业 根本不感兴趣 只想当一名网红 大家听完 皆仰头大笑 唯独他憋红了脸 怎么也笑不出来 他本想好好表现 没准还能获得一个工作机会 没想到被室友当成玩笑说了出来 这样的事情又发生过几次后 他便渐渐和这位朋友疏远了 很喜欢作家爱陌生的这段话 同人开玩笑舞必要掌握分寸感 适当的幽默玩笑 就如同饭里的佐料一样 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轻松和愉悦 然而 过量的或者不适当的佐料 却会糟蹋掉一顿美餐 出言有耻 嬉闹有度 把握分寸 孰不于举 一段关系无论再怎么要好 都不可在底线处反复试探 三毛曾说过 朋友在亲密 分寸不可插失 三毛移居撒哈拉沙漠时 与周围的邻居私交甚好 最要好的是住在隔壁的姑卡 但姑卡总是在不为人知的时候 偷偷拿走三毛家的东西 一次 姑卡擅自把三毛的高跟鞋 拿给自己的妹妹穿 第二天还回来时 鞋子已经变得破破烂烂 三毛忍不住向他发了脾气 两人因此闹得很不愉快 所以 要想好好维持一段关系 分寸感至关重要 无论和身边的人有多熟悉 都要掌握分寸 不轻易透支彼此的关系 有句话说得好 我们需要亲密 却不需要干扰 我们需要温暖 却不需要制考 做人保持界限感 不把手伸向别人的生活 是维护一段关系最好的方式 把握分寸 孰步于举 才是对别人的尊重 也是一个人修养的体现 孟非曾说 做主持人也好 做人也好 我都愿意和那种 懂得分寸的人打交道 有分寸的人是高修养的人 与他们交往会让人觉得舒服 他们举止有度 说话得体 会把分寸拿捏得恰如其分 给他人留出适当的空间 无论是亲情 爱情还是友情的相处中 分寸是十分重要的 不能因为关系好 就丢弃该有的分寸 该尊重的人要去尊重 该克制的时候 及时克制住自我 话不说满 事不做绝 能讲分寸就是讲水平 能留余地就是留天地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